第334章 拥抱 比赛将在三天后进行,因为要等祖廷那边派来负责监督的使者,确保这一战的公平。 毕竟,人类获得九场胜利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容易引起怀疑。 这三天内,街头巷尾几乎都在讨论着同样的事情,甚至不时能够听到有人高呼抱头。 不同于人类,妖怪族几乎一致认为人类不可能获胜,因为他们心中下意识地认为不允许人类成为贵族是必然的事情。 更何况,史莱克战队将要面对的这支战队,在人气方面,远在史莱克战队之上,是哪怕前往祖廷参赛,都有可能获胜的队伍。 所以,关于这场战斗的赌盘,总投注量已经非常惊人。 压妖怪族战队获胜的一方,明显占了上风。 毕竟,人类手中的财富是非常有限的,哪怕是之前几场史莱克战队的胜利让他们赚了不少,也没可能与妖怪族的贵族们相比。 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大量的资金投到了史莱克战队一方,竟将赔率拉下来了几分。 这让原本准备将更多资金投在时间盘寻求刺激的大贵族们立刻在胜负盘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将胜负盘的赔率重新拉到了一赔五。 也就是说,史莱克战队获胜的话,可以一赔五。 比赛还没开始,在支持率方面,人类就已经落在绝对的下风。 甚至一些比较理智的人类也在规劝身边的伙伴,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人类想要获得贵族身份实在是太难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斗兽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以至于接连几天前来大斗兽场观战的观众都变得格外亢奋,连带着大斗兽场的收益与日俱增,赚得盆满钵满。 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唐三五人来到大斗兽场外的那一刻,隐约感受到今天和往日的不同。 比赛在晚上,据说一大早大斗兽场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城主府专门派了人来维持秩序。 唐三他们是好不容易挤到大斗兽场附近,再悄然戴上面具,向大斗兽场的守卫表明身份,才被放进去的。 肃杀,这是唐三五人都能清晰感受到的。 肃杀的气氛给人一种无形的压抑感,以至于平日里很活泼的独白都浸入寒蝉。 他们从人群中挤锅的时候,甚至能看到很多人类的眼睛是红色的,那些人极其兴奋,甚至有些歇斯底里。 这其中,必然有赌徒,但更多的是充满了期盼的人类,期盼着人类真正意义上帝获得这一场划时代的胜利。 这样的胜利真的能够获得吗?没有人知道。 而且,人类对这场比赛获得胜利的信心正在随着官方放出的信息越来越多,而变得越来越小。 可就算是这样,人类也不愿意放弃哪怕一丁点的希望。 毕竟,他们期盼着这样的日子到来,实在是太久了。 唯一不紧张的,或许就只有唐三了。 他不止不紧张,甚至有些激动。 这样的情绪,已经许久没有出现过了。 至少自从美公子闭关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人类的凝聚力,或许就从这一场战斗开始。 旧蜀组织最希望达成的,不就是将家里城作为人类的大本营吗? 所以他们才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地扶持美公子成为家里城的城主。 哪怕明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也在为之拼命努力。 那么,为了美公子,也为了人类,前期凝聚人心的工作,就由我们来完成吧。 嗜血魔源早就已经等在那里了,看到唐三五人到来, 他脸色严肃地迎了上来,将他们带到了休息室。 关上休息室的大门,嗜血魔源沉声道, 我代表场主,最后再问你们一次, 你们是不是真的要参加这最后一场比赛,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放弃比赛,最多就是坏了名声, 反正也没人看过你们面具下的样子,你们还能活得很好。 你们获得九场胜利,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记录了。 五兵纪淡然道,已经到了这种时候,就算是明知道会死, 我们也没有后退的可能了。 这是我们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希望。 如果我们战死,至少这一颗希望的种子会在大家心中发芽。 如果我们不战而退,那么,希望的火种就真的熄灭了。 你不是人类,你不会明白这对我们人类有多重要, 这是支撑我们更多人类活下去的希望。 嗜血魔源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种群,但是以致辞,我是佩服你们的。 你们做准备吧。 说完这句话,他开门走出去了。 今天的嗜血魔源明显不像前几场比赛那样恭敬了。 很显然,他并不觉得史莱克战队能够创造奇迹。 他今天所说的都是心里话, 他是真的不希望史莱克战队继续参赛。 五兵纪的那番话,也让他由衷地佩服。 五兵纪转身看向其他四人,道, 嗜血魔源说得没错, 今天,我们很可能会死,会无法战胜对手。 如果你们之中,现在有谁想要退出, 没关系,还来得及。 只要有一人参赛, 就代表着我们史莱克战队没有倒下, 人类没有倒下。 顾礼双眸明亮,笑道, 大师兄,刚来的时候,我是真的有点紧张。 就像之前第一场来的时候一样,非常紧张。 是个人都怕死,我也不例外。 可是,你说得对,我们代表的不只是自己, 更是人类的希望。 我现在的血液在燃烧,不就是死吗? 干就是了。 他的紧张消失了,眼眸之中仿佛真的有火焰在燃烧。 橙子橙站起身,缓缓走向武兵纪。 看着他,武兵纪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温柔,道, 橙子,这是我们男人的事, 真的不应,橙子橙走到他面前, 捂住了他的嘴,笑嘻嘻地道, 不要大男子主义哦。 虽然我挺喜欢你们男人那种阳刚的味道, 但是,人类有句话叫巾帼不让须眉, 都是为了人类的希望, 凭什么只有你们男人可以, 我们女人一样可以。 大师兄, 我只是想对你说句心里话, 你能跟我过来一下吗? 啊? 武兵纪一正。 嘿嘿。 独白在不远处笑出了声, 说个屁的心里话, 橙子,你不要在这捣乱啊, 我跟你们说, 我已经算过了, 今天我们的气运, 大吉大利。 橙子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重新转向武兵纪, 抓着他的衣袖, 眼中流露出几分恳求之意。 武兵纪深吸一口气, 突然张开双臂, 用力地将他搂入自己的怀中。 是的, 就是那种毫无保留的拥抱, 紧紧地拥抱。 唐家三少, 祝。 感谢。